自由式小轮车在东京奥运会是首次出现 但当时中国队并没有获得参赛的资格 巴黎奥运会首登奥运舞台的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是一举夺冠 而与此同时呢 随着这项富有观赏性和时尚元素的新兴项目进入奥运会 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对小轮车运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去深圳看一下 在深圳的小轮车培训场地 教练展示了神龙百尾的动作 通过脚踢和手甩的配合 让车架在空中旋转一圈后回到脚下 另外一个场地的教练展示了大捧展翅的动作 腾空后双膝夹前车架 放开双手像鹰一样飞翔 这些极限运动的魅力吸引了不少孩子前来报名 教练情况可以说蛮好的 对 然后因为才开业半年 然后我们大概已经招满了150号学生 最起码就有6到10节课 报名人数增多 俱乐部负责人近期正在骑行公园里安装新的赛道 教室数量由原来的三个变成了五个 暑假的排课表上 课数相比平时也有所增加 但大部分都是下午 就是太阳没那么晒的时候 他们就会过来 会比较忙了一点 在奥运的东风之下 不少孩子从喜欢平衡车 自行车 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小轮车 很酷 然后又好玩 因为我其实也像飞出来的感觉 小孩的一些核心力量 然后第二个让他有抗挫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体质各个方面可以加强 已经有6年经营经验的小轮车 俱乐部店长表示 报名人数每年都在稳定增长 我们五到十岁以内的这个范围 六七岁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平均的价格就三百上下 以私教课为主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你是初学者 我们有一些团体的课 就会招募你 能过来上一些团课